作词 李宗盛 提出来的问题就是说 平时导师造成为世论世的背景和意义 对于现今佛教界的状况 我们必须要再做一个剖析 诚如刚刚跟大家说明的 平时导师出世弘法之前 整个佛教界基本上 它就是布派佛教圣文六四 这是表象上看起来 它就是回归所谓的原始佛法 根本佛法 从阿罕里面去找极少数的这些经典 认为那个才是真正的佛陀的意志 但是实际上的骨子里 其实是中喀巴的应诚派总观 就达赖喇嘛的应诚派总观 所以这样的一个大圣回佛说的这样一个思潮 是目前佛教界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那陈卫世论他已经刚刚跟大家讲 他就已经凯定这些问题了 可是问题是大部分人看不懂他 数据啊 亏基大师的数据呢 写很多 资料很多 问题是第一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数据呢 其实是后来学界从日本取回来的 那数据本身他的文言的程度啊 绝不下于这个成为世论啊 数据啊 亏基大师啊 我总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家 因为如果你去看他的著作呢 很讲求这个对账 而且呢就是用了这个语字啊 非常的文雅 那另外呢就是 这些东西留下来呢 它是没有标点的 所以你要去读他呢 你要先标点的就要先去猜 到底他在讲什么 标点错了那就错了 更何况说你标点对了 你也弄不清楚他在讲什么 所以成为世论是有需要再重新 阀采释他的宗旨 那这个就是平时导师他想做的 是 就等于是说佛法到底要说的是什么 像阿含经大家都多少看过一点 但是实际上是真的理解嘛 比如说中华文经说 这个不离如者是如来也 也说要不离如哦 如来都不离如何况是一切众生 然后中华文经又说如来所依事 如来是以这个新事作为所依 那是会是六事吗 因为呢这个事呢 是连呢天主们 就是呢大致在天主都找不到了 因为印度他们信说这个 然后呢你又再看阿含布的 央觉母如经 一切众生 接以如来藏必竟恒安住 也就是说说到了三个 如就是真如 所依事就是本事就根本事 然后要依如来藏 毕竟恒安住 所以就如来藏 那你想会有三个所依吗 当然是只有一个 三者就是同一个 也就是说如来所说法 并不玄妙 但是众生太难理解了 如来有没有说我有 八号话说平时导师也在 阿含真也有说 非我非于我 而且呢也有提到这个呢 我们看到杂阿含经 诺我可得者 就是说你一定要说有个我的话 好 让你说 但是它一定要有个条件 条件是什么 则是藏恒不便义正处法 也就是说藏恒不便呢 是最起码的标准 那世间一切的法 不管是名色 哪一个是藏恒不便 没有啊 所以呢 阿含经一直在讨论名色的时候 当然就是没有这个法 但是这个是藏恒不便 的这个乳来藏 这个真乳 这个第八阿来世 大家喜欢它吗 不喜欢 为什么 因为呢 它没有众生的三界我的性 就是说它没有六四的觉知 见闻觉知性 所以呢 即使今天有人 他勉强证悟 就是平时导师 一直帮忙他 然后让他可以证悟 结果最后 他还是不喜欢这个事 为什么 因为这事看起来没什么用 对啊 然后呢 他觉得一切的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会推弯他 所以呢 我会我计非我 非我计我 众生永远是颠倒的 这样情况下 你没办法跟他说很多的深的法 但今天平时导师住作 一直出来一直出来 你就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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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包括说大圣路仁解经 仁解经的本意到底 是把三个法都一起说 是啊 因为后来 十叉烂陀的译本 已经说很清楚了 如来藏明藏士 那藏士呢 如来就直接说 我说为真如 因为离于人所取 离于人取 也离于所取 所以他没有 这个人取的七转事 也没有所取的这个十一戒法 所以在那种情况下 在运触界呢 你要透过运触界 这个法去找到它 所以运中呢 你呢 无有人 也无我 也无法 所以能且经也这么说 那你想就什么都没有 结果 能且经马上又说 运中真实我 无智不仁知 你呢 要从五运中去找到 有真实我 那为什么真实我 因为五运就是他所生的 所以啊 不了解我 无我 事呢 永远落在两边 永远会堕入呢 二圣身文部派的一序 然后永远在那 意见上呢 真实上 走不出来 甚至他们会 产生分裂 因为他们去读 大圣经就觉得 好像是这样 然后又好像是这样 那本来大圣经就不是他们能够真正理解 看他们不管 他们还是要读 大概那些首脑或是主持的人 他们去阅读 阅读以后呢 他们就因为真实最后搞到分裂 当然有的是因为戒律上的分裂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法义上 他们不接受另外一派对大圣经典的诠释 就这样 所以如何说 没有大圣经的 本来就有 不然呢 二圣人他们本来就乖乖地学六四论 然后呢 再依据四尊所施设的五一涅槃 就好了 相信呢 的涅槃呢 一定有一个呢 他们灭不了的 然后 他们的就在那里 可你没有想过 大家都在那里 全部会归在五一涅槃界吗 那是一个方所吗 大家的朋友都会归在那里 所以一定不是嘛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是派一个人修行就好了 他好好修 然后把事情都处理好就好了 因为他在那里啊 对啊 可一定不是这样 所以 二圣涅槃 五一涅槃 也是呢 方便为二圣涅槃贪人施舍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知道 为什么大圣人他不入涅槃 因为 他亲自的当下就得到呢 本来自助 亲近涅槃啊 就是这个啊 因为呢 离开了地巴 阿拉耶士以外 没有任何涅槃可以说的 所以呢 这个法 就是一切法等一啊 就是 在契经上就说 不管你是世间 出世间 一切流转法 然后一切呢 解脱法都一样 不管你是二圣解脱 大圣解脱 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应该来确定 所以 不管有人说 有自信 无自信 不管有人说 这个呢 有没有我无我 可是央觉摩洛经 阿罕不安明就说 一切如来呢 然后呢 在这个呢 一切众生所 想要找到没有如来障 也不可能 极尽如来的方便 如来的一切的威德 不可能 一定有如来障 然后呢 要求 任何有 是不是有的众生 没有我性 不可得 要无我 就是一定有我性 因为这我才是真我 然后要求呢 一切众生 没有呢 自信 就是 一定可以持续呢 这样如来这样 一直下去吗 不会呢 有任何差词吗 不会因果错乱吗 就是不会 就是一定有自信 所以呢 三次诸佛呢 都是这样 凯定呢 如来障 第八阿罕也是 就是真如 所以呢 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呢 有呢 大善之士来跟我们 开晓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就会 撒那间就会觉得 哦 原来佛法是很圆满的 不论你讲二圣法 讲大圣法都实际上都很圆满 对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 再看说 呃 陈老师对这个呢 成为事运数据 有没有觉得 要做一些补充的 数据呢 呃 就像我刚刚说的 说 他其实收集 很多东西 旁征博影非常多 可是呢 有时候你越看 越看不懂 因为他旁征博影很多东西呢 但是他没有进一步去说明 没有进一步告诉你说 这个跟他 要讲的是什么关系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 会看数据比看成论呢 还要更吃力啊 这个是我的体会 我也是这样觉得 太懒了 但是呢 成为事论呢 刚刚跟大家讲说 平时导师做阿罕正义啊 傅书敏呢 是为事学探员 那成为事论 我们里面也有直接引阿罕经的经文 也有引嫩瘸经 嫩严经 引解身秘经 那依玄奘大师来看 其实佛法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 本身是没有所谓的 分三圣呢 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做区分 而实际上呢 彼此之间并没有互相 没有矛盾 没有冲突 有就是深浅广辖 有所不同 那你要了解成为事论呢 你要有这个前提 就是说阿罕 成为事论不违反阿罕 不违背阿罕 成为事论不违背波勒 不违背二转法人出经 不违背三转方广为事出经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体的东西 为什么刚刚跟大家讲说 因为这个玄奘大师的翻译经论 乃至著作成为事论 让禅宗可以广传 因为大家弄通了 为什么这个达姆祖师 要用楞确金来印心 那为什么六祖慧能却是用金刚金 来证悟 因为本来就没有冲突 本来所讲的心都是同一个心 那这个道理呢 现在人反而不懂 因为他弄不清楚 数据到底讲什么 反而用数据来质疑 成为事论 这个是 单纯从文字上去 做研究 碰到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 平时导师 照这个成为事论事 在刚刚我们跟大家讲的 这些整个的历史背景之下 那导师 因为成为事论事的第一集 已经讲完了 应该是现场应该有一些的嘉宾 也已经拿到了 导师在讲这个成为事论事的时候 一再地跟大家讲 希望让大家都能看得懂 就是说 你成为事论看不懂 没关系 成为事论事可以让你看得懂 数据看不懂 没关系 那成为事论事可以让你看得懂 可是看得懂 不见得就 就清正 这个是 这个是不同的 那为什么导师能这么做 能够把这个 学术研究界 或者说佛学界 佛教界 这个几千几百人 在研究的这些东西 弄不懂 但是导师 清清楚楚 讲出来 写出来 让所有人 能看得懂 因为 这个我们的投影的第一点 这个是郭老师写的 他说圣生妙 普提志 善知事 自将福德播出 与大众分享 这个 有智慧 要跟福德 要相称 我对 郭老师写这句话的 解读 就是说 智慧是要跟福德相称的 没有福德 智慧没办法显发 不晓得我解读 对不对 是 我也这样认为 就是说 本来在佛道上修学 就是三大无数节 然后最后成就 无上正的正觉 把这个佛道圆满 但是要累积 非常多的福德 然后非常多的福德 才能够契入 一句话 或一个记子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你是不断地精进的 可是今天实际上 我是觉得 我个人是很幸福的 就是 可以直接看到 师父把一句话就说明 然后就一下 我困惑就消除了 或是 本来这件事情 我还要迷惑 可是一句话说明 我就不用再去 再去各种做比对思维 就不用 因为一句话就可以成为 就凯定了 这个古来善之士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 你是要呢 一直在旁边 然后侍奉他 然后要怎样怎样 最后他就讲一句话 那可是你可能已经 事奉很多年 可是今天 即使是证悟 然后为了 大圣福啊复兴 平时导师就希望呢 不要说呢 到场向呢 这个呢 草生三丈 而是希望很多人 每天都有人 可以开悟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等于是呢 以非常快速的方式 来呢 提拔大众 那所以说现在呢 等于是呢 真的是广传 所以呢 是应该是呢 有因缘的人呢 应该来修学 然后呢 没有那么样的 想要亲政 但是你也可以来永富 因为呢 三圣菩提法 是一定是一贯的 不可能佛法呢 所说的话 会互相抵触 然后像世音顺所说的 这个说一个 那个又说一个 大圣和二圣不一样 然后呢 然后呢 大圣又分成三个 那所以说 他的解读呢 是全盘错误的 就像我们刚才说了 他把大圣分成三系 可是大圣路伦结经 然后一下就说 三个都是一样的 三者是同一个 那如果这样 他呢 你会有猜 因为世音顺那时候呢 他还弄错 知道 也就是说 他认为那只是两个 因为他漏掉真如 而且他对波罗经呢 他也没有什么好感 他呢 是要说波罗经从初分 初分就是开始的卷 就怎样呢 等于是一开始呢 就夹杂着 真我 意思是呢 这是外道法 那也就是说 他根本就是一个断灭见论者 就是说 你的修行最后一切 没有果啦 然后呢 你只要知道运触界 这样就可以的 因为呢 运触界不会去到后世 那你很清楚呢 这就是呢 我见 然后呢 接下来 你只要乖乖的 等运触界结束 你就结束了 所以呢 他认为呢 终归于空 就是涅槃 对啊 虽然国土是很庄严的地方 可是我还觉得 它是空空 空空 因为呢 怎么可能是呢 空无所有叫涅槃 一定是有法叫涅槃 不然如来呢 连这个名词都在实设嘛 一定有一个呢 涅槃中的一个呢 本记嘛 所以呢 生死因为没有找到这本记 你才没有办法 入涅槃啊 那如果说像他言语上 可以知道说 我这样理解上就可以了 那这样应该大家都可以呢 今生就入涅槃了 也不用修行 因为他就是以 著名的 不修行为著称的 他在法人比丘中 是最出名 以不必任何修行 因为实际上他也没有修行 对 我这样 这样不知道 是不是有加强各位的印象 不好意思啊 这样损他一下而已 所以呢 平时导生的做成为事论是 不管你 你如果有证悟了 那么你来读成为事论啊 那绝对是会让你 更快地往佛菩提道 要往前行 那你还没有证悟呢 至少 至少你不会再错解成为事论 不会再误会 亏基大师数据里面的意思 那根据跟着平时老师成为事论是 所阐述的这些意理呢 会让你的整个理路更加通透 那 未来就不会再被误导 不会再因为碰到外面的种种说法 你自己没办法分辨 分不清楚 最后是不是给郭老师一分钟 给我们做一个结论 好 那因为呢 我们这个时间上是要 作为这个控制 基本上呢 大圣法是非常圣妙的 也不会有任何法是可以超越大圣法 因为呢 大圣法就是 无上正冷正觉如来所清正的法 然后呢 依这个所清正这样来演说的 所以呢 今天呢 继承这样的法 然后造论玄奘大师 然后呢 根据这个论 阐释呢 这个 里面的真实的意理 是平时导师 这一部呢 论和这部事 都将会继续的往 未来 继续弘扬下去 在人间这个末法九千年 这论和事呢 是一起相同殡葬的 这就是呢 我们呢 在这今天新书发表会的看法 我讲的